虾火锅色香味美 取出虾线却费时费力 怎么感觉我切不透 这虾切坏了 它炸了之后也不好看 发明人苦心研制 取虾线机器却问题频出 这个是第一它没有切干净了 然后它这个虾还没有盖到位 油里头还盖破了 发明人最终能否攻克 技术难题 敬请收看巧去虾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起来 我们一定要把虾线给它剔除 想必这类的视频 大家都看过不少 尤其是这种视频往往做起来 就像我们导演一样 给个剪子 让我来表演一下切虾 告诉你这个方法不行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换一个 比如说拿一个空的吸管 然后把虾头这一包 然后往里戳 那个虾线自然就出来了 很好的能炖 其实类似的方法实在有太多 话说回来了 咱在家里的时候 您一顿能吃多少虾 二斤三斤 了不得了吧 顶天了几十个虾呗 慢慢扒 也是一种乐趣 跟家里人聊天 对不对 躺着说您要去饭馆吃虾 或者是那种制虾液当中 比如说做成虾肝 其他产品的 你这个时候一次 可就不是两三斤的问题了 两三百斤 两三吨都有可能 如果靠一把剪子 靠一吸管慢慢挑 还不得累死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台机器 能解决这问题 我们日常所说的虾线 其实就是虾的消化道 位于虾背的位置 里面往往留存着 未排泄完的废物 去除虾线 不仅可以提升口感 也更加干净卫生 开背后的虾经油炸 会开出富有食欲的弧度 既美观又入味 带着疑问 编导大陵来到了 河南省郑州市 找到了当地一家 小有名气的虾火锅店 正值饭点 店内时刻络绎不绝 生意这么好 用虾量自然少不了 那他们平时 都是如何处理虾线的呢 你好 我是我爱发明的大陵 你好 您贵姓 我姓晃 你好黄店长 我来是想了解一下 咱们店是怎么去虾线的呢 整盒箱在后边正体重了 我可以带你过去看呀 行行 太好了 好 好 您好 你们这是在处理虾线吗 对 感觉你们好熟练呀 这个就是切一下 这个虾线就 不是的不是的 我们还有专门人 处理虾线的 我刚刚看到那个炸虾 发现它的背部就开花特别漂亮 而且很干净 我还以为是机器做到的 哪有什么机器啊 要有机器的话 我们就清风多了 那您这一般一天 要处理多少虾 一般要处理的话 几百天 几百天 那就是这个切虾的时候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我们要注意的话 切虾的话 一般的话从重中心切 因为你切外的话 就是虾线切不出来 然后你切很的话 就是虾炸的不好看 也会切断 对 你要切很的话 虾头的话 炸了之后 虾头可能不好看 虽说在要求上 有不少讲究 但看着工人们 轻松熟练的操作流程 这不禁让我们产生了疑问 开背去虾线 有那么难吗 听您这么一说呀 我感觉我也能切 我试一下吧 这都还挺沉的 是的 这挺沉的 您这平常拿一天的 是不做的吗 是的 怎么感觉我切不通 你都往后去 是用这块切的吗 对 稍微平放一点 这行吗 这虾切坏了 然后切开了之后 炸了之后也不好看了 那这不是废料了吗 对 我们也要试试的时候 要不您再试一下 你拿着 行 我再试最后一个 从头 刀皮放 十两年可以 好 这个应该行 好 这个改 这改回来就 这太难了 我切不了了 几番尝试 效果都不理想 大龄终于意识到 看似简单的操作背后 对手法的娴熟程度 要求很高 不正确的切瞎方式 将增加后续 去除瞎陷的工作难度 并且油炸后 瞎背的开花效果 也受到影响 人工去瞎陷成本高 难度大 效率得不到保证 那么真的能有一台机器 完美地解决这些问题吗 根据黄店长提供的地址 大龄很快找到了 研发去瞎陷机器的 田师傅 您好 您好 请问是田野吗 您好 我是 您好田师傅 我是我爱发明的大龄 黄店长跟我说 您发明了一台去瞎陷的机器 就是这台机器吗 对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瞎盘 我把虾放到虾盘里面 然后这个感应器 就会感应到虾来了 然后它就会带着虾向虾走 下面正好有一个切刀 切刀就可以把虾被切开 别看我表面憨憨的 但内部可是大有玄机 这个小装置是自动感应器 当虾放入虾盘后 感应器被触发 带动虾盘旋转 下方高速旋转的切刀 将虾开背的同时 去虾线的工作 也同步完成了 原来是这样 那田师傅您这儿有虾吗 要不您给我演示演示 行啊 那我去拿点虾 好 这切得好快 这搜了一下就切完了 是的 很快 你看 这切得也很平整 还不错吧 不错 田师傅我看这样 咱把这机器拉过去 给黄店长看看 那行啊 那咱们现在就过去 好 眼看去虾线的效果不错 大陵与田师傅 赶忙将机器装车 前往黄店长的虾火锅店 黄店长 我们来了 老天啊 你不是来了 黄哥 上次我问你说 那些毛病你该了没有 我们自己试试 还可以 张师傅 敢拿着虾 我来试啊 田师傅的机器 终于迎来了真正的考验 一切准备就绪 它的表现会如何呢 这个虾放这里边 然后一放下去 直接下去 这边上就速度算快了 感觉还行吧 还行 这虾也快切完了 黄店长 您觉得这些虾切得怎么样 这次虾切的速度挺快的 别上次快的多 不说现在盖出来了之后 质量大没有 这个还可以 但是 这个是没切干净吧 对 这个是第一它没有切干净 然后它这个虾还没有盖到位 你看这些油里 透快盖破了 这个 透破了影响到它这个 第一它会在后处会比较肥油 第二 它会给客人造成一个视觉效果不好 哎 田师傅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啊 在家里试的时候啊 我们的虾它长度比较均匀 对 就是没法根据这个虾的大小来调节它切的这个长度 是的 是的 因为我们用了机械结构 它只知道切这么长 老天 我这边用下量也挺多的 然后就说在最后大小请的时候 你看这个机子 大小好 大小不好 那行 那咱们开机看看吧 好 咱看一下 这闪门 哎呀 这怎么有这么多 这是虾脑吧 这还有这么多虾虚 这黄店长 这行啊 这清理若不好清理 因为它这里边你看还有好多另部件 讲来清理的时候 特别是我盖下盖的比较多的时候 这个清理肯定不好清理 切虾精度不够 内部不好清洗 机器的表现如此糟糕 这让田师傅的心情十分低落 虾火锅店的后厨 他们在捡虾的时候特别的伤手 早上几个人一块一直捡到晚上 虽然不是重体力的活 但是人还是非常疲惫的 我就想着做一款机器 能够改善一下他们的劳动强度 能让他们的切家的效率更高一些 回到工作室 田师傅立刻投入工作 将机器各处细节反复检查 思索着改进方案 反复思索后 田师傅决定从源头入手 寻找解决方案 为此 田师傅还召集了几个 同样从事机械设计的朋友 一起探讨改进方案 每个人各有所长 分工明确地 开始反复测试 改进方案终于渐渐有了眉目 田师傅趁热打铁 经过日以继业的努力 全新的智能切虾机 渐渐有了雏形 田师傅 大明来了 好久不见 你好 你好 田师傅 这个就是新改进的机器吗 是啊 这个是我最新改进的机器 新机器看起来外观大气了很多 也紧接了很多 那田师傅 上次出的问题都解决了吗 那肯定解决了 我现在就给你拿点虾试试 田师傅 咱这次多拿点虾 测试好了再带过去 行 没问题 大灵 要不然这次你来试 好啊 这先让我开机 就是要把它放直吗 对 放直 对 轻轻地放下去 轻轻地放 好 再往底下 再放一点 再放一点 好了 这就切好了吗 这就切好了 很快吧 我再试一个 搜了一下 又切好了 又切好了 这还挺简单的呢 挺好玩的 这 是吧 不需要什么操作技巧 借助切虾机就可以快速完成去虾线的工作 虽然速度快 虽然速度快 但之前机器切割不精准的问题解决的如何呢 哎 切得很干净啊 原来这都没有下线 我切了这么多都很标准 它的稳定性也不错 是啊 天师傅我觉得这次不错 咱就拿着这个机器过去 好嘞 严建机器得到了我们的肯定 田师傅信心满满的再次来到火锅店 改进后的机器能得到黄店长的认可吗 这次肯定没问题 不过这次我可给你准备留休息啊 准备留休息啊 这 这虾怎么会动呀 黄店长 您是想用这个虾子来测试机器吗 我早就想做这个闲峡火锅了 整合这次是一下老天改进好的机器 这个虾动来动去的就不容易固定吧 会不会影响虾的开背精度 活虾我们以前没试过 不过呢 我这里面啊也有一个秘密武器 好 那我们都拭目一待 怀着忐忑的心情 田师傅开始用鲜虾测试机器 突如其来的挑战 让大家既担忧又期待 新改进的切虾机能经受住考验吗 黄哥干干嘛 你这次给你真表白 你是咋做到了呀老天 改进后的切虾机不仅外形大变样 内部还装有两个秘密武器 滑草口处增加了两个弹片 就算是活蹦乱跳的虾 也会被牢牢夹住 再加上智能识别系统的扫描 这回不论是大虾还是小虾 都可以精准地切割清理了 这次虾该里挺表准的 不知道上次清晰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行啊 那让咱们看看 好 看这里面现在的虾脑 然后用喷壶向这里面喷水 它那个用高速水流 可以把我们中间的虾脑 虾线都直接冲走 让我们打开看一下 改进后的机器不仅切瞎精准 瞎线 清理干净 之前不易清洗的问题 也得到了解决 不过 黄店长依然有所疑虑 机器究竟能代替多少人工 同时 它稳定性如何呢 为此我们决定 进行一场比赛 比赛双方 一边是黄店长带队的人工队 共四人 另一边是机器队 只有田师傅一人 双方各自需要将二十斤虾 开背并去除虾线 哪一队先完成则胜出 为了能更直观地 评判双方的清理效果 我们邀请了火锅店的赵主厨 担任裁判 听说将有一场比赛 不少好奇的时刻 自发地来到比赛场地 进行观看 黄店长 您感觉能赢吗 肯定能赢 怎么这么有信心 因为这个都是经过培训 然后再说干了又两三年了 收快了一分 田师傅 您现在可是实在力薄 您感觉怎么样 现在我这边虽然只有一个人 但是我机器快 我感觉我今天一台机器 能把他们人工队全部赢掉 行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现在我宣布比赛开始 随着一声令下 比赛双方迅速将各自的虾搬运至比赛区域 机器队的田师傅势单力薄 只好用小盆分刺搬运 而人工队凭借人数优势已经开始作业 他们分工明确 两人切虾 两人负责清理虾线 因为有着多年的操作经验 他们配合起来十分默契 另一边 田师傅将机器调试完毕 正式开始作业 虽然之前浪费了一些时间 进度有些落后 不过凭借机器快速稳定的工作效率 两队的整体进度并没有相差很多 赵主厨 您看这人工队切的虾怎么样 咱人工队切这个虾它的表面看着比较光滑 各方面也不错 但是可能是因为比赛的缘故 大家切得比较快 有些虾皮有些下面这个都切烂了 那咱再去看看机器都有 行 走 赵主厨您看看这虾怎么样 这个虾切的面还是挺光滑的 那么咱就往后面再看看吧 刚签嘛 行 大哥您觉得哪个队能赢 我认为人工能赢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两三年的经验 根据虾的大小不同可以改变刀工 有道理 我感觉机器 机器对 现在科技社会应该机器快一点 我再问问 大哥您觉得呢 我感觉那个人工比较快 那个手法挺利索 熟练观众了 对对对 我支持人工 随着比赛的进行 两边的队伍几乎同时完成了一半的工作量 紧张的气氛 让一旁的观众都不禁开始为支持的队伍加油助威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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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邦erin加油 自言工员加油 自己 pouquinho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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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holyê咗下次付帆 这一天心提供不能 MON 虽然进度不分上下 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由于人工切虾稍有不慎 便会切坏虾体 对人员的专注度要求很高 长时间操作 对切虾队员的体力有较大损耗 此时的人工队员 已明显出现体力下降的情况 速度有所放缓 反观一旁的田师傅 凭借机器的优势 速度依然不减 然而就在对决的紧要关头 机器却突然传出了报警声 田师傅怎么回事 出问题了吗 这个上面显示传染器镜头被遮 你这机器行不行 刚不大一会就坏掉了 刚才这机器好 我这开盘给大家清理清理 就是这里面有一个虾头 然后挑这个就好了 现在就比较了 然后再用水冲一份 人工队见此情况 抓紧时间开始冲刺 想借此机会再次形成优势局面 好了 现在就可以继续继续工作了 行 咱们继续下个 王店长 我看机器队那边马上就完成了 咱再抓点紧呀 好好好 大家再加把劲 赶快赶快 大家再加把劲 黄店长 咱这停下吧 机器队那边 已经率先完成比赛了 咱这还剩多少下没切呢 大概和二三斤没有切完 二三斤 对 好 经过近三十分钟的比赛 机器队率先完成了比赛 速度上优于人工队 那么清理效果上如何呢 先生师傅 我们来检查一下 您切的虾 行啊 这个机器剪的虾呢 就是在我整体的看来呢 就是整个气面 还是比较标准的 因为我们下火店呢 用的大部分都是四零五零的虾 大小不一样 所以说它剪出来这个面呢 就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标准 另外一方面 它这个深度各方面 扎出来的花形还是比较好看的 看看人工队 看看人工队这块整体处理还是可以的 然后只是个别的还不是太理想 是不是这个品项啊 你看这个品项都不太平了 对对对 品项这块有的炸出来的话 确实那个开花不是太好 赵主厨将两对处理好的虾拿到后厨制作 随后邀请现场的观众们试吃品尝 品评其口味及油炸后的麦香 选出自己心中色香味俱全的一锅虾 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 我们的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 现在就由我们的赵主厨来宣布比赛结果 人工队这块呢 大概有两到三斤的虾还没有处理完毕 然后那个整体的处理的虾的效果还不错 只是个别的品项 然后那个没有达到咱这个标准 然后机器队这块呢 二十斤的虾已经处理完毕 然后虾线和这个开背这个效果 这个整体的效果处理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那个口感和这个虾的品项 也能也更胜一筹 不仅速度快 开背去虾线的效果也完胜四名人工队员 机器如此出色的表现 让田师傅欣喜不已 黄店长 西系队这边赢了 您有什么感想 虽然我们熟了 但是我也挺高兴的 起码这个机子 以后为我们升了不少历阵工 然后呢 也挺为老天高兴的 这次他终于验法成功了 下面我宣布就是机械队 获得本次比赛的胜利 恭喜机器队 这机器对于家庭来说 还是有点大 不过话说回来了 咱家谁没事经常没完没了的八虾线 对不对 我觉得像南方地区 沿海的经常吃虾的呢 要么人不在乎 要么人呢 自然有一套自己的手法 但是对于像火锅店呢 餐饮行业而言 本身就是勤行 勤行是什么 就是您得付出比别人还要更多的汗水和时间 你才能够赚上点辛苦钱 有这么一台机器出现的话 对他们来说 当然是好事了 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我们再见